有一個政府來的通知單喔 這個是未辦繼承的通知單 被繼承人是阿公耶 原來阿公還留著這個土地 之前都沒有交代我們處理耶 大哥我今天有收到一張新莊地震記的通知單 你有收到嗎 有阿我有收到阿 可是不知道怎麼處理 我也不太懂耶 不然我們一起去新莊地震事務所問清楚吧 好就這麼辦 先生小姐你們好 喜歡要辦理什麼樣的業務呢 你好我有收到一份你們寄來的通知書 這是提醒你們盡快辦理繼承的通知單 來請你們一下到服務中心有專能為你服務喔 先生小姐先坐 因為清查到你們阿公已經死亡超過一年 那他名下還有不動產 是我們今年度未辦繼承列車管理的標的 所以我們才會發通知單給繼承人 通知你們盡快來辦登記 請問一下 列車管理是什麼意思啊 列車管理是土地法第73條之一的規定 當清查到登記名義人死亡超過一年 那他名下還有不動產還沒辦繼承登記的話 避震機關會將清查到的標的公告三個月 公告的時間是4月1號到6月30號 那這期間我們也會通知繼承人來辦登記 那公告期滿的話 如果還沒有辦登記的話 我們會開始做列車管理 那對我們繼承人來講 列管和沒列管有什麼差異啊 不動產列管期間是15年 那一旦開始列管的話 就要開始起算這個時間了 那這15年內繼承人隨時都可以來辦繼承登記 可是15年起滿還沒辦登記的話 那地震機關就會將這些標的移交 如財產署去做公開標售 那也就是說 繼承人一旦一直放著不管的話 這些不動產他們之後就會被標售掉 那繼承人只能依照他的法令印記份 去申請這些標售加快 為什麼我們不辦繼承 國家就要標售我們的土地 這不是我們人民私有的財產嗎 其實土地法第73條之一的規定 只是在公布繼承人趕快辦繼承登記 因為一直拖著不辦的話 會導致時機上的權利人跟登記民意人不符 而且拖越久不辦的話 繼承人人數會越來越多 全屬關機會更複雜 拖越久會越難辦 通知單字上面寫啊 公告期間三個月 那我們就要在三個月內辦完繼承嗎 沒有沒有 公告三個月只是針對 新年肚子將列管的標的做公司 所以我勤滿之後我會做列管 那繼承人只要在後續的列管時間 15年內辦完就可以了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還有一位弟弟在國外 他一直都不回來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沒有辦法辦繼承了 如果有繼承人聯絡不到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們先辦公共共有繼承登記 先將不動產的登記名義 從顧過世的阿公名下 先辦到你們子孫名下 那之後你們再想辦法找其 全部的繼承人另外再去 申辦特別公共有的登記 而且繼承登記與期不辦的話 你超過一個月會課一倍的登記費罰還 最高可以罰到20倍喔 所以你們要趕快來辦才不會罰太多錢 謝謝你詳細的解說 現在我終於知道這個通知彈的意思了 那這一期你幫你們怎麼辦 你還沒進去嗎 當然沒問題 那我先拿一份繼承便利報給你辦 繼承登記競速辦 財產權益有保障 另外提醒您 繼承權力並無性別差異喔 新北市新莊地震事務所 關心您